三零星文王新档王继宣 SNG小组台北报道 另外若是学童因为家庭因素 学习进度落后怎么办呢 教育部推展一个使怀者教育服务计划 卓越师资培育奖学金计划 带您看这些下乡的师资 62位若是孩童 学习比同年龄的同学慢 经过一个月 他们努力的学习变得懂事 负责教导的大哥哥大姐姐很感动 挥手道别全哭成一团 随时的理解不代表真正的理解 希望这一堆月的读学的东西 能够永远存在一位心理 偏远学下一类是都会弱势 那么就是依照这个师资培育中心 或者师资培育机构 他们自己的规划来进行推动 若是学童学习的点滴被一一记录 这群大哥哥大姐姐 是使怀者教育服务计划的一员 每年暑假都会辅导弱势学生的课业 品德教育 过程中大学生们也发现 小朋友学习落后 家庭站主大人数 抢着药 然后最后是猜拳决定 猜赢的才可以带回去 中午的时候 只能拼命的拼命的 把前一天的晚餐 跟今天早上的早餐 吃饱来 大学生想到学童为了饱餐一顿 抢分营养午餐 自己却衣食无缺 忍不住眼眶泛红 更加确定投入 使怀者计划的信心 要尽棉薄之力 协助弱势学童的学业 别输在起包点上 三星文正展志 潘立文台中报道